原标题,南沙群岛又刷屏,这里现在啥样了? 中国南沙群岛官方全景图数次曝光专家,能起降大型飞机? 撰文书李延近日,参考消息等多家媒体员已认为发布,展示中国南沙群岛永熟岛的高清全景图片,包括中国在岛上进行的各种工程建设细节。 实际上,中国在南沙兴建的不成航母,不仅只有永熟岛一个,在南沙,永熟,美己,主币,已经形成极脚之势。 去年的海之间直接前夕,这方媒体刊文称,如今,人工且造的美己岛,主币岛,永熟岛,已成南海不成的航母。 而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《憋屈的日子终于过去》,胶盘变导,立国立民立军资料显示,永熟岛是永熟郊西南胶盘上的人工延伸。 2014年8月,至2015年4月,中国完成在永熟郊西南陆域低潮时出水的陆域,围郊路上的吹沙田海岁线,有路面积达2.8平方公里,不够形象。 正知道对比发现,度假圣地马尔代夫的首都马类,就位于一座海岛上面积1.5平方公里,人口超过10万。 也就是说,现在的永熟岛,有差不多两个马尔代夫首都那么大。 国防大学教授,梁芳在其个人微博中这样描述,过去面积不足0.2平方公里的永熟郊,现已变成了2.8平方公里的永熟岛,相当于109个米米兹鸡毫母的甲板面积。 局则章照中曾感慨,几个月的时间,从一个掌桥后,便会消失殆尽的家盘,变成一个水上城市。 这对于我这样一个研究南海几十年的人来说,都是想都不敢想的事。 军事评论员宋忠平告诉政治的,从政治,政治角度来讲,我们在南海搞自然岛礁的人工延伸,无疑有助于维护南海铸岛的领土和主权完整。 对于中国在南海的国家安全的保障大有好处。 另外一方面从经济角度来讲,我们也需要开发,利用,改造南海,有了这样一个立足之地,对于南海的经济活动,包括对于民的保障等都会有极大的帮助。 此外,从影集救援的角度来讲,南沙岛礁可以作为应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立足点, 对于在南海建立突发公共安全体系意义重大。 总结而言,建设南海岛礁立国、立民、立军,也是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表示。 岛上的意识住行如何? 上述建设成果来之不易,从地理上看,南沙岛礁地处至到边缘,高原、高湿、高温的环境,让这里一度被视为海上生命禁区。 1987年3月,联合国交科文组织政府兼海洋学委会第14次会议决定,由中国在南沙寻岛建立第74号海洋观察站。 1988年,我国选定,永树交作为联合国交科文组织海洋观察站,即南沙永树交观测站,立有主权碑。 驻守之初,官兵在风浪中用竹竿、牛毛斩,建造起第一代高奖屋,每逢风雨季节,高奖屋便成为海上猫耳洞。 为增强营房稳定性,官兵用铁管、铁皮,建造了第二代高奖屋,然而,铁皮包裹的营房南底太阳暴晒,屋内裤正南南,舒适度不高。 如今,拔地而起的钢筋水泥建筑群,将岛上的居住、生活条件,有了很大改善。 资料显示,南沙官兵宿设立空调、电视、洗衣机等电器因应俱全,4G信号全面覆盖,官兵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训练场、篮球场和足球场。 此外,永蜀岛上已经建成二极甲等医院,开设综合内科、综合外科等十余个根捏科室,还配备了急诊处置室、抢救室、急诊药房等功能单元。 更有意思的是,正知道危险ID,A Politics。 注意到,照片中的建筑群内,有一座占地一点一亩的现代化蔬菜大棚。 可以说,岛上目前的一时住行条件,已经直追内陆城市。 部署武器满足民事目的除了生活设施,岛上的军事防御设施,如何或许是读者最为关心的问题。 2017年7月,妹妹曾经开文披露,我国在永蜀岛新建导弹掩体,军事设施增加至12个。 对此,军事专家礼节,在《环球时报》中回应车,中国在南海岛礁的建设是主权内的事情,有责任有意误会。 自己的海域和领空,至于军事设施增加多少,什么时候增加,其他人没有资格干涉。 美国相应机构和组织,在南海局势上的做法,是恶人先高撞,企图搅乱国际舆论,进而达成自己武力介入,维持所谓自由航行。 同年,国防部记者会上,也没提询问中国在永蜀岛部署火箭炮的目的。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回应称,中国在南海岛礁的建设中,部署武器满足必要的军事防御,主要是为了满足民事目的。 证据到微信ID,Apolitics,注意到,此前有媒体披露称,永蜀岛将成为中国在南沙最大的武器集散中心。 不难理解,这就需要供大型军用飞机,大型船舶停扣,从此次公开的照片中可以看出,这些基础授施永蜀岛已经完备。 几年前,永蜀岛机场民航叫艳士飞就已经成功,首岛官兵家属,也于2016年,实现达成民航客机前往南沙探亲。 军报曾公开表示,永蜀岛机场可以满足运二世起降。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2016年发布的关于南沙群岛的研究报告中,曾表示出中国在永蜀岛上建设的各种基础设施。 图片显示,该岛在2016年就住有长约3000米的跑道,即配属滑行道,多个固定机库,以及可容纳大型船舶停靠的港湾。 既能建得好,也能守得住更加值得骄傲的是,中国在南沙,并非只拓散的永蜀交一个交盘。 事实上,永蜀岛还有两个邻居主币岛,美极岛。 数据显示,在永蜀、主币、美极三者之中,此次曝光的永蜀岛有路面积,其实还是最小的一个,永蜀岛,2.8平方公里主币岛,4.3平方公里美极岛,5.6平方公里松中平分析称,目前南沙的美极岛,永蜀岛,主币岛,已经形成三角形的极角之势。 这三个岛礁互为依托,可以形成有效的区域控制能力。 此外,这也和西沙群岛一为一体,对于我国在南海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,完整大有帮助。 如果南海出现了突发情况,有了这三处岛礁,中国的主治能力,将大为提升。 目前南海岛礁上的众多设施,无疑可以实现居民两用,而正是立足于居民两用,居民融合。 将我们的军事能力,常态化的在南海各个区域,实现有效部署。 这样便形成一种岛礼式的链接能力,维护在优秦线范围内的我国的利益。 这三个岛礁加上我们其他的一些岛礁,将会形成一个联合的防御体系,这实际上是固定的岛礁防御体系。 一旦有突发情况,我们还会配合我们自己未来的航空母舰战斗群,包括我们其他的水面舰艇来实现统一的,动静结合的南海的防御体系。 随着中国军事能力的不断的提升,我们的岛礁管控能力,也在不断的提升,我们的武器装备作战半径,也在不断的提升。 这些东西都让中国在南海的岛礁不仅能够建设,也能够防守,这个刺激还是应该有的,宋忠评称。 资料数量是参考消息环球时报告对象战。 明镜需要您的资料。